欸欸欸打 不要跑我 今天請到了女子伴六十的元老級成員 元老 元老成員 他都不快要變元老是不是 所以你們已經是元老了 好棒 我是第一代的 請你們自我介紹一下 怕大家忘記你們 我是莉莉 我是Ada 我是立心 嘿 那我們今天呢要聊的一個主題 是我們四個的同事非常有興趣經驗的一個主題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是同事 不知道以前我們有沒有講過 應該是有講過 然後我們就是曾經在那個職場上面 共患難過一段時間 欸蠻久的 朝夕相處的 第一次班 然後一起對抗這個社會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叫做 令人崩潰的職場的一生 那你們應該都會很怕遇到 廢物主管吧 第一個真的要崩潰的就是廢物主管 那廢物主管我們必須要先 我覺得我們要先跟大家定義一下 什麼叫廢物主管 就是我們那天討論是說 就是沒有肩膀的 沒有肩膀的主管 那我們統稱是 他叫什麼呢 我想到這個是因為就是 他有畫面就是你放什麼東西上去 立刻滑下來 沒有辦法 無法承擔任何的 他沒有要承接任何事情 他就直接滑下來 大家都在斜槓的時候 他們就是很堅持要斜尖 很多主管都會很喜歡 以老賣老 真的 而且有時候也沒多老 其實他也沒多經驗 對 他也沒多資深 對 講到這個公司又很好 你是不是很愛講那種自己以前 我以前在哪裡的時候怎樣怎樣怎樣 我遇過那種跟他講話不理的 然後他說欸早 然後就是 太奇怪了 就是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face 他平常沒有這樣是哪一個 他平常沒有這樣 那我就想說OK一定是哪一個 他是生氣的女朋友喔 生氣的女朋友才會這樣啊 對 可是我沒有想要跟他交往 我要你拆出我為什麼不開心 我不跟你說 你在生氣喔 對啊 我沒有生氣 超煩 超煎空機器好強 喜歡喜歡 Anyway 我就被那個主管就講說 欸 你不要再吃了啦 那是早餐時間 因為不是什麼 就是我真的每天吃 我是真的在吃我的渣等 然後 然後那個主管就說 你不要再吃了 然後他就當著全公司的面說 大家一起督促 欸那減肥 然後什麼就是講很大事 他說真的不要再吃 然後因為我有反抗 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在吃東西 我在吃我的早餐欸 他說你真的放下 你不要再吃了啦 早餐為什麼要放下 對啊 為什麼不能吃早餐 為什麼很累欸 欸他真的不能這樣 因為他自己是主管的車輛 你又不是在吃另外一個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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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變成B級片 瞬間變成B級片 你又在吃那個同事 你可能就 對啊 人我完全 好啦那既然 遇到這種人 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只能期許 自己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可以怎麼調整呢 可以怎麼調整呢 那剛剛那個主管 那種那個 就叫你不要吃的情況 你會怎麼鋼鐵 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心中 幫他去死 第二個是 要幫主管禱告 這個很靠北 像我這樣 然後優良基督徒呢 就是會幫一些人 祷告 就希望他們可以長一些 智慧啊 或者是 長一些就是一些該長的東西 要長一長這樣子 你不要太去管別人的情緒 你把你的那個專注力 放在自己的成長幅度上面 沒錯 其實職場上面 我覺得最崩潰的事情 就是被工具衝抗 我之前還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那個公司配給我的 電腦和滑鼠 就是電腦很慢之外 那個滑鼠還會一直壞掉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會一直 從那個倉庫裡面拿給我 就是不知道哪裡來滑鼠 然後我大概一年換了五顆吧 其實就是那五顆 那五顆在輪流 你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 有時候就真的電腦非常非常慢 然後就要傳進電腦裡面 可能要修圖嗎 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要下載 就真的傳很久 傳了兩個世紀那麼久 他那個圈圈一直照亮 就很痛苦 我是一個沒有辦法 今天說電腦慢的 最可怕的是 如果你下一秒要開會 跟老闆開會 可是檔案就是一直還沒有傳到 你也把冷汗的耶 這很想死 對老闆就會想說 怎麼開會前面就被好 真的會超死 那講了這麼多被工具衝康的經驗之後 我們的辦法就是 請到好一點的工具來幫我們啦 然後今天我們的這位來賓呢 美麗的來賓 對他顏值很高 他是我們的ASUS的這台筆電 然後他的這個外型啊 我覺得就是 上班族就是OLO非常喜歡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OLO 這蠻漂亮的耶 而且他是霧面 我覺得這個很加分 對啊他還有這個 他珠光的耶 就是他在那邊折射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 就有就是珠光的感覺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白色的電腦 我也是 覺得 而且我剛剛拿我覺得他很輕耶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有帶我自己的電腦 然後突然間 電腦很重 這台 真的不行 真的算是 就是那種文件夾 你們可以拿出來的 就是你要去開會 你可以就這樣很時尚的捧著 然後如果是一般的你就會這樣 你很適合拿這台耶 我今天上班開會就這樣 然後還有滑鼠 然後還有筆記本 好像這樣 很狼狽 然後一聽到滑鼠滑過鍵盤 我今天就這樣 就這樣走 那這個新款的這個 ASUS 的筆電呢 它裡面都會有個 My ASUS 的功能 我可以先介紹一下 My ASUS 它裡面有點類似 檔案總管的功能 但它可以看到呢 就是你的電腦裡面 所有的狀況都可以 就是在裡面掌握到 像是你保固是什麼時候到期 然後你的產品序號 然後它還會就是幫你去檢測說 現在的軟體的狀況 硬體狀況如何 然後電池是不是就是 壽命如何之類的 都可以在這個 My ASUS 裡面看到 然後最近呢 他們先 新推出的功能 就是一個叫做 Linked to my ASUS 的功能 這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啦 沒錯沒錯 這個功能呢 可以解決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 很多功能 傳檔案的一些 對 對啊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網路啊 好 就讓我們來操作一下 它有一個功能的方便就是 無線檔案傳輸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偷影片 我們今天要報告 然後掃一張照片 那時候真的很想要死 那如果 如果你就是還在那邊說 不好意思我哪個線 哪個傳輸線 我覺得 OL就是很 在市場上很忌諱的事情 就是狼狽 就我們都不想要看起來很狼狽 那 那它的這個無線傳輸的功能 其實就是非常方便 就是說 你就是 把藍牙這樣連接起來 嗯 然後它直接 直接就是 你在做這個powerment 它就會 應該說這個電腦 就收到 可能手機的某樣照片 你就直接拉進去就好 就是 不用在那邊 接著USB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 如果是拿iPhone 就是iOS的話 就是很多Windows的筆電 就一定要用線 才可以插 所以這個功能蠻好 它沒插 它就是iOS或Android 對對對 所以要怎麼用呢 就是你的手機裡面 也要去下載LINK TO MY ASUS的這個APP 然後你就是登入之後呢 也就確認你的電腦的藍牙 和你的手機的藍牙打開 然後是連到同樣的WiFi 它就可以連結上去了 再來它還有功能是雙螢幕延伸 也是一個辦公 兩辦 對 因為我之前的工作 就是可能很常常 需要看數據 然後那個數據的表格 就是你知道 極其複雜 然後每一個數字 就是超小 然後就因為它表格上面 所以有兩種的 對因為它上面資訊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超級需要雙螢幕 Excel 表示是需要雙螢幕 不然眼睛真的近視直接加兩半 對 所以LINK TO MY ASUS的還有功能 就是可以做雙螢幕延伸 就是你可以連到你的iPad上面 因為手機可能還只有你太小 你連到iPad上面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把你的視窗 拉到iPad上面 所以你的iPad 就直接可以變成了另外一個 新的螢幕 就是還蠻方便的 那除了雙螢幕延伸之外 它也可以直接做靜向的投射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手機的東西 需要就是太小了 你需要就是給所有人看到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了 欸你們有看過那種手機端 H5網頁嗎 就是一些活動什麼之類的 就譬如說像以前我做APP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手機式互動的網頁 然後你如果要DEMO給客戶看 你如果用電腦板開 它會變成是旁邊都空 然後中間就一條 然後很細 很醜 而且看不懂 所以那邊是你可能可以手機瀏覽 然後直接接上去 讓我們看實際在手機端瀏覽的效果 真的耶 然後最後它還有的功能就是 可以遠端檔案存置 就是有時候我們人不在公司 然後就檔案就是在那個電腦裡面 然後你就偏偏就很急著要傳給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對 我超常這樣 這不就是上禮拜的我嗎 從手機裡面就操作去傳耶 我上禮拜一休假 但是Links常常跟我要那個TVC 就是一個檔案 然後我就跟我同時說 你可以開我的電腦嗎 每次都要這樣 密碼要讓他知道了 不然就是說你可以幫我去公草 然後公草的路徑我不記得 我說那你截圖給我看 喔好 你先到第一個 然後再到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然後第四個 我忘記了 喔第五個 我已經誘惑了 年代真的好辛苦喔 一個弄完可能要兩三分鐘 那如果你有這個 自己弄超快的啊 你用帽子的被同事恨的東西 直接從手機裡面用就可以了 好方便喔 它還有一個免辭聽懂功能 就是呢 你有時候可能在辦公室啊 然後覺得講電話很尷尬 或是有一些比較不方便講電話的情況呢 那你耳機戴著 你就可以直接用電腦把電話接起來 讓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那來算就是我們這個乾爹的部分 乾爹 謝謝乾爹 就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嗎 對我們都有注意過被拖竊 吸水這種東西 你只能提早發 你不能晚發吧 晚發真的不行耶 對不行 有時候你就是要拿錢回家裡 或者是 我就是要買那個東西啊 你也不早點跟我錢 最後一刻我就要繳房租啊 以前就領那個幾個錢而已 對對對 然後我真的是戶頭到月底 就是沒有錢 對 因為我們起薪都很低啊 新鮮人就是22k以上 就是再多 對我們都是這樣苦過來的 我們就是在新鮮人的時候 遭遇了這個被拖欠薪水 很崩潰的事 拖欠薪水就算了 有時候是墊錢 就是辦公司的活動 寄件 郵件墊錢 然後墊了三五千 然後三個月都還拿不到耶 你還嫌我們賺的不夠少嗎 還有我們寄錢給你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麼撐過來的耶 真的 那時候到底怎麼撐過來啊 喝公司的水 吃公司的餅乾 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會去公司 我會 我還泡那個公司裡面賣品 就當我的午餐 然後我會在公司裝完睡 所以才會講 我覺得還有一些那種 就是那種 我稱不上犯法 可是就是游走於邊緣的事情 對 想說什麼 比奈為何的事情 我高 大學的時候 就是大一的時候去一間補習班 當 就是 算導師吧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比較資深的 男 前輩 然後會指導你 因為他就是你的前輩 那個開口我已經就哭了 對 男前輩 然後他有時候就會 我之前就有被這樣 就是這樣 男前輩 就是有什麼不會的嗎 好噁心一下裡 我願意一點 不是你手有便要搭過來嗎 我有遇過 很荒謬 我同事超靠北 他就是那種 講話講一講離你很近 然後他口水就快過了 然後第一次的時候我就有輸了 你口水碰到我了 然後第二次之後我就直接放棄 因為他就長得正性 頭上 我默默拿衛生紙來擦掉他口水 他是男生 然後他就還說 他發現了之後還說 不好意思了 我口水碰到你了 那面對這些就是不合理的事物 我們該怎麼去解決他呢 我們就也列出了這個三點 我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 就是IG的那個問題目擊 然後這裡是跟職場有關的 然後就有一個人 就是他在即將要被老闆 就是性騷擾的時候 在那個影音間是不是 對 那一集是你模仿的對不對 對 影音間 他還要網動啊 你好幽默 對那個人的方法 那個人的方法 很極致耶 這個人很極致耶 尷尬的笑很大聲 然後讓主管來救他 那我們現在來演練一下 寶妮要怎麼對抗這種人 specialized 寶妮阿 還是有不見喔 好可以不要吼我嗎 他先 他先 那你用都ETEN 你用的 哦附加很油 不要用啦 OK 反倒掉了 反倒掉了 歐唷 等一下 為什麼變成這種精導管說出來 不要怕我 歐唷 好可怕 這可以杜絕所有的性騷擾耶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令人崩潰的職場的一生 那就是其實 大家就是知道說職場很多崩潰的事情 都不是你能控制的 特別是人 但是我們可以去控制的事情就是 我們用的工具 我們把它選好一點 就是這樣我們職場的能力也會被提升 這樣就可能不會被罵哭 或者是好負面 就是沒有就是 一直說讓自己過得比較輕鬆一點啦 就不會那麼 少一事煩惱 對對對 少一點崩潰的事情 就是把好工具選起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那關於這個Link to my ASOS 的資訊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看到更多類似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就知道了 horrible 好 遍